霸道总裁张翰,演技达到一个新高度,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。 也许是人在慢慢长大,越来越不喜欢那种肤浅的颜面,也就是毫无演技的玛丽苏,傻白甜亦或所谓的小鲜肉,相反,却是那些颜值虽然一般但是却是十分有内涵的人,一个人出现在那里,第一眼看上去也许觉得甚至有些丑,戴上十分钟,你会觉得这个人看着很顺眼。 戴上半个小时,你会觉得他甚至有些英俊,戴上一个小时,你会突然觉得他在闪闪发光。 针对娱乐圈来讲,也就是最终决定你走多远的是才华是演技,因为年华一世,当容颜衰微,颜值再也就支撑不起你的野心和地位。 每个演员都有一段成长的经历,比如赵丽颖,比如孙丽,也比如黄渤,而小鲜比较欣赏的是张翰。 张翰进入观众的视野应该更多的是在一起来看《流星雨》当中扮演慕容云海一角,也就是在这部剧中与饰演厨宇群的郑爽产生了爱情。 虽然最终很遗憾分手了,但是爱情的是谁也说不好,个人觉得也没必要,非得去怪谁,毕竟鞋和不合脚,只有脚知道,他们俩都很优秀,但也许他们也有自己对爱情的期许吧。 随后张翰主演了电视剧《一不小心爱上你》,在2012年的时候主演青春偶像剧《圣女的代价》,并凭着这举获得了亚洲偶像最具号召力演员奖。 除此之外,他还参与了随唐演艺《珊珊来了》、《传奇霸亨》、《石宗醉》以及《战狼2》的演艺,可以说张翰的事业之路还是蛮成功的。 都说经历决定意识,张翰正是在不断磨练的过程中演技不断提升,这种进步诠释着他对演员这个职业的尊重。 近期正在热播的电视剧《温暖的显》,张翰出演了男主角《湛南显》,我觉得虽然同样是霸道总裁,但是张翰的演技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,表现可圈可点。 在第一集播出之后,张翰的演技便受到了广大观众朋友的好评,七年之后恋人相见,虽然彼此还是深深地爱着对方,但是却又都在彼此试探。 张翰,张翰在前雨66层第一次见到温暖,虽然有心理准备,但还是五味杂陈,和高仿回到办公室的张翰面对高高的楼层,心中却是十分痛苦,他问高仿,如果有人把你从这么高的楼上推向去,你会怎样? 吴宁说他在问自己,七年前被女主抛下,完全不知所措,甚至连分手的原因都没有搞清楚,这对于湛南显无疑是一直得痛,他的眼里含着泪水,眼里没烧都是戏,真的把湛南显给掩活了。 在旧式和温暖在一起的时光,他仿佛就是一个小孩子,耍着各种各样的赖皮,假装生病,假装生气,但唯一的目的只是让心爱的人留下来。 看着这一幕幕,即使和现实中的恋人多像瓦,一个多么理智多么有智慧多么不苟言笑的人,在爱人面前,展现的不过就是他最真实的那一面,幼稚可爱容易嫉妒等。 艺术是生活的昇华,对于演员来讲,其实也不过就是把那些最真实的情感展示在银瓶上,不同的或许就是银瓶聚集了更多的矛盾和冲突,把美描画到极致,把丑宣泄到极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